吳太太的主婦生活 炸的東西當中 炸物當中 我能夠想到最最最最簡單 最方便也最好吃的 莫國魚就是薯條了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來炸 這個剛買回來的 有薯條 那我們去麥當勞買一份大薯 可能要四十五十塊 我剛剛去商店 買了這一大包薯條 這個是多重 等一下 這一包 兩公斤重跟黑眠差不多一樣重 如果你不知道黑眠是誰的話 歡迎點我們的連結去看一下 我們有跟黑眠相關的介紹 還有幫他洗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寵物的話 他是一隻迷你約克香母狗 名字叫黑眠 那 剛剛說到 去麥當勞買一份薯條 大薯 四十塊五十塊 這個一包兩公斤 才一百六十七塊 哇 看來未來一整個禮拜 就算天天晚餐都吃薯條 這可能吃不完 那我們就期待 無態趕快把內鍋洗好 我們等一下來炸看看 其實他這整個質感蠻好的 好 這個 內鍋洗完之後 其實在剛剛插進去之前 我稍微研究一下 這麼漂亮的一個機器 做的白色的 很科技感 像iPhone、蘋果的商品一樣 沒有什麼按鈕 它上面沒有實體的按鈕 導致我剛通電的時候 它也沒有亮燈 我不知道開關在哪裡 有細心的東西來了 當你的內鍋 插進去的那個瞬間 聽清楚囉 插進去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 讓你操作上面的介面 那這個介面它其實是一個圓形 黑色的環 它長得像這樣子 現在這個環上有個白色的東西 正在發療 我們來按下去看 才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是它的開關 當你的開關按下去之後 它的時間等等的溫度設定 就跳出來了 那根據 這個食譜上面所提供的攻略呢 我們等一下做的是炸薯條 他說這個炸薯條 有四個步驟 步驟一 將冷凍薯條全部倒入氣炸鍋裡 不需要刷油 那很重要的重點 不需要刷油 為什麼呢 因為油炸的東西 它裡面本身就是有些油脂 甚至一般的食物裡面都有油脂 如果說油炸品 其實不用加油在裡面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食材 剛好是不含油的 你可以噴一些油在裡面 才比較好炸 所以油炸品 不需要加到油 那第二個步驟 我們把溫度設定在200噸 它上面這個面板 等一下會做選擇設定 設定在200度 它氣炸的時間 總共要16分鐘 當然這個16分鐘 不是一定的 看你的食材的多寬 你食材越小 手發的時間會越短 你用越多 花的時間相對就會比較多 那氣炸鍋還有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你炸到一半的時候 剛剛說總共16分鐘 換句話說 8分鐘時 要把氣炸鍋 拉出來 退出來 把裡面的食材稍微翻動 再關進去 再炸8分鐘 這樣它氣炸的 會比較均勻 色澤也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簡單的 炸薯條 的這個方法 那 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讓吳泰來操作看看 炸薯條 要怎麼炸 我們現在要開始炸薯條囉 炸薯條 200度 啊 開始了耶 哇 放在那裡活像的精品一樣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它現在運作的 聲音 其實 大概 就像 洗衣機的聲音 比洗衣機再小一點 可是很多外面的洗衣機都標榜超近一點 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家的洗衣機 基本上是比較老舊一點 就是 砰砰砰的那種 它有一個低層的風扇的聲音 對對對 沒錯 然後聽起來不會說很刺耳 有點像你去那個App Store下載那個白噪音裡面 其中一個會 有的那種 很單一頻率的一個風扇聲音 很好睡的那種聲音 你什麼聲音都滿那麼好睡 那我們 待會 跟大家看看成品 好的 好 我們兩個已經等不及了 時間也過了這麼久 而且整個房間裡面已經充滿那個 有一個好東西的香味 倒不如我們現在就把它停下來打開來看看長怎樣 你聽 你看 而且好好吃哦 天啊 漂亮的金黃色 那畫布多數 現在擺一攤賣薯條 很神奇耶 拿出來的那一瞬間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油炸的味道 就是一個 有一個烤東西的香味 然後 顏色其實還蠻漂亮的 我們剛剛沒有加任何的油 那油炸食物本身就會有一點點的油脂 它現在最底下的內鍋的網子上 有一粒一粒非常細小的那個油滴 在裡面 所以事實證明 炸物是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油 那話不多說 我們等一下就請我們專業的美食鑑賞家 這個鑰匙 究竟好不好吃 我們來歡迎大家 YA~~ 白燒 哈囉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這個美食鑑賞家 白燒 吃東西之前要先洗手喔 洗手 洗手啊 好 我們來試看看剛剛這個鑰匙好不好吃 會不會卡 給 謝謝 跟外面賣的一樣耶 他都還沒吃你的薯 我先講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什麼感覺 大家有沒有吃過肯德雞 跟肯德雞的薯條 跟肯德雞的薯條 一模一樣 真的耶 我們要胖死非死了 怎麼辦呀 對就是肯德雞的薯條 好好吃喔 你看那個軟軟的 我跟你講我喜歡吃軟的人 你提前大概幾個都 比較大軟 啊啊 總共大概炸了15分鐘左右 但是我們 15分鐘左右 差不多13 15分鐘 但如果你喜歡吃軟 你大概提前一兩分鐘 其實 素食店 台灣 有見到很多 麥當勞 摩斯 是漢堡肯德雞 之前還有Wendy's 那Wendy's台灣現在撤掉了 我一直覺得薯條當中最好吃的 就是肯德雞的薯條 可是很可惜耶 他們的薯條都超小一盒 就算你買那種方形質的套餐 裡面不是有什麼炸雞 漢堡 蛋糖 那薯條也都只有一點點 我跟你講 去買氣炸鍋 買這個薯條 每天吃不完 而且當他們一大包才161塊 是真的很好吃耶 對不對 超好吃的 它好吃到說不出話來 那我們來說一說這個氣炸鍋的優點吧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第一外觀很漂亮 就是很大的敬意 它的顏色其實有兩種 好像有黑色足跡 跟白色足跡 那我們買的是白色的足跡 外觀漂亮會漂亮 可是我想可能白色 未來會比較難清 如果你把它放在廚房 常常在鍋具旁邊 或者是氣炸的這邊 就跑出來 它的觸碰口在後面 可能背後會慢慢的 有一些些油的附著 然後白色的可能會變黃黃 所以 建議大家使用完之後 你就稍微用實質型 或者試鋪 把它的周圍都擦一擦 會比較好保養一點點 來繼續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介面很簡單 就只有上面一個面板 不會有什麼太多按鈕 怎麼要操作 然後你就大概時間 按了之後 你就按 溫度啊 時間 然後立馬它就烤了 然後就是按暫停跟開始 這樣 就很好 年齡層的人 在家可以吃 烤一些魚 它裡面好像有內建的食物 這上面有嗎 嗯 但我們就是還沒 你剛剛用的是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調溫度跟調時間 那如果你對溫度跟時間 沒有一些稍微的概念 或者你不想要做實驗去嘗試的話 它上面好像有一連串的 原本設定好的東西 例如說你要炸薯條 它好像有個薯條的選項 你要烤魚 還是你要幹嘛 上面一整台 我們是還沒有用這個功能 但是剛剛看說明書 有看到是有這個東西的 大家可以買回去嘗試嘗試 而且這一台其實 很便宜喔 超便宜的耶 好像 那個不是有另外一台 是哪一間公司 菲利普 菲利普出的那個 也是很厲害的吸雜鍋 它的體積 比菲利普的稍微胖一點點 但是它的價錢 比菲利普便宜很多 好像便宜三分之一耶對不對 對 比較 菲利普多少錢 那也要個快要一萬塊吧 菲利普快要一萬塊 這台好像才三千喔 它的體積如果大家不知道多大的話 放在旁邊有一個礦泉水的瓶身 這個是多少 六公升 它大概就這樣 比六公升的寬 大概寬兩倍 差不多高 對啊 如果想要買 想要花這三千塊 但是你又不知道家裡的廚房有沒有空間 然後可以稍微去量一下 大概的尺寸會怎樣 它的說明書上也有建議 這個氣炸鍋 如果你要放在廚房 尤其是在角落食潤的話 它背後的廚房口不能距離物品 或者是牆壁10公分 所以你至少要有個10公分的 廚房口 但是薯條真的好好吃喔 對啊 我們都還沒沾醬耶 不用沾醬就好吃 我這邊有低速的吧 我這邊有味道 喔 吃肉 這不是原味薯條 對不起 這就是 外面有果粉醬的 對 它是有 麵糊上面有粉的 就是肯德基的薯條 簡單來說 如果不知道肯德基的薯條 是什麼的話 教你一個辦法 直接去肯德基買 對 為什麼要破我的肯 外面是你好破耶 好吃嗎 就它一口子 嗯 一條吃一條來吃 完蛋了 到時候我們也這樣要躍躍躍 不會 因為七炸鍋它的脂肪 可是我們會吃更多啊 誰會吃一下每天吃水 你啊 哈哈 可以跟什麼樣子 如果說硬要講缺點的話 就是可能它的 如果你們家比較小的話 你可能要把它 就是櫃子裡 然後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這樣 但我覺得也不是太大東西 因為 可以吃到好吃 薯條啊 炸雞啊 我覺得好吃 我覺得它的體積比較大 並不是缺點 因為它的體積大 相對的 裡面的那個籃子 炒東西的籃子 它的容量感覺也很大 因為菲律補的那個好像裡面很小的 我們剛剛只有到薄薄的大概五分之一買 的量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裝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 硬要講缺點 我覺得可能是面板 的位置 要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把面板設計在它現在Logo的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設計在前面 而不是設計在上面 就像吳太剛剛說的 有的人廚房環境很小 他說要放在抽屜的櫃子裡面 如果你把整排放在櫃子 櫃子跟上面跟下面一定會有夾層 面板如果在櫃子夾層的上面 變成你沒有辦法去觸扣 可是現在有一種 櫥櫃做的是那種抽屜給它出來的 變得說你還要做一個抽出來的櫃 對啊 我覺得它面板設在這裡 是因為它要讓它散 因為在這裡的話 可能會太燙 它要離那個風扇圓 我覺得啦 因為它的風扇就在這裡 如果 鼻翼七炸鍋的設計師你有在看 吳太如剛剛如果有說對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他說 對啊 有可能喔 因為它風扇吹太熱啊 你只能找一個離風扇圓的地方 真的 可是你摸看看 上面其實也蠻燙的 可是啊 你折中硬要面板的話 只能離最遠的就是這裡 對不對 你如果都在這裡的話 那你就怎麼會燒起來 我們不要再蒸炒面板 應該要設計在哪裡的位置 快一點 好囉 謝謝老公送的禮物 LOVE YOU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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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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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投降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午見 掰掰 掰掰 眼睛一樣看不到 這個禮物其實花費了很多心思 而且不光是我一個人準備的 就連你看黑眉他也有準備 我現在把眼睛放到你的面前 等一下數到3 你把眼睛打開 1 2 3 什麼啦 很臭啊 欸 佩平哥剛剛拉了一包 我剛剛還吸很大一口 這個味道 噁欸 那你先暫停欸 我記得剛剛是彈到這裡還要掉下去 有病嗎 哈哈哈哈 卡住了 聽清楚囉